全妞啊 你这奇异是大有长进的 老爷子 好戏 还在后头 老爷子 臣妾啊 早有听闻 你要林泽徐禁烟 为什么只见打雷 不见下雨啊 林泽徐要朕年成 稀释鸦片的皇亲宗室 可太后让朕放了 壮亲王 你说说朕该听谁的 这是国家大事 臣妾啊 不敢妄言 夫妻之间 说说又何妨 以臣妾之见 为了宗室私情 皇上应该听太后的话 要是为了江山社稷 皇上应该听林泽徐的话 朕是异国之君 怎么能 不以江山社稷为念呢 那皇上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就是太后啊 皇上 大清江山 毕竟是由您皇上说了算的 要是我谦让一点 太后可说后宫的话 要是我 不谦让呢 后宫的话 太后说了 也不算 可皇上 太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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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太后召见皇上 要皇上即刻前妻见她 啊 嗯 嗯 当着朕 一会就回来接着下 不许作弊 儿臣给皇额娘请安 起来吧 谢皇额娘 皇额娘 您找儿臣有何吩咐 庄亲王 也不打算放了 启禀皇额娘 儿臣不能放了她 就因为我 不是你的亲额娘 皇额娘 儿臣是为了大清江山设计啊 庄亲王 既没有聚重谋反 又没有篡位夺权 无非就是抽几口鸦片 怎么就危急到江山设计了呢 皇额娘啊 唉 你就不怕得罪祖宗 皇额娘 皇亲尚不能守法 何以服天下黎明百姓啊 哼 说的好听 是要服六宫之主吧 皇额娘啊 儿臣只是以大清江山为念啊 大清江山的事 有皇帝你说了算 六宫后院的事 有皇后说了算 那庄亲王的事 总乖我这个当亲额娘的说了算吧 庄亲王稀释鸦片 应当严惩 否则 禁燕大义难以完成望皇额娘明见 皇帝 我也抽几口鸦片 你也把我一起开罪了吧 你要是没胆费我这太后的尊位 就别想给庄亲王直觉 皇额娘啊 哼 我不是你的皇 好